一项有关阻断措施的官方线上调查显示 近九成的国人在强制戴口罩措施生效前 已经有了出门戴口罩的习惯 也有八成的参与者表示 他们出外时都会与其他人保持安全距离 并且不会和不住在一起的人群聚 但同时也有近两成的人反映 阻断措施给他们造成了困扰 包括行动受阻收入减少 以及工作受影响 1000名国人参与了民情联系组的这项线上调查